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杨 这一首梦中的婚礼是多少同学学习钢琴的初衷呢 那今天来教零基础的同学学这一首经典曲目 其实会看五线谱的同学可以直接看谱练习 但是在极星伴奏中间呢我们只要用到一个叫做和弦的知识点 那你不需要五线谱很快就可以学会各种各样的歌曲 那你像这首歌我们只需要记住五个和弦就可以了啊 第一个和弦叫做一级和弦 我们的左手去按do mi so三个音 然后下一个二级和弦呢 左手去弹re fa la三个音 下一个三级大和弦 需要弹奏 mi 声缩 si 然后五级和弦 左手是so si right 最后一个六级和弦 左手去弹la do mi 好那这就是我们左边要负责的一个东西啊 和弦 右手的话呢就直接按照谱子 去一个音一个音的找就可以了 那看到我们这个谱子 它是一串音符啊 按顺序找到这些音符就可以了 然后注意一下标上红色的这个数字呢 标上红色的音符 它就是一个我们重拍啊 节拍上面的重拍 那在这个红色的音符上面 左手我们就需要把它的和弦敲下去了 所以第一句 我们在弹到第二个拉的时候 左手需要去把六级和弦按下去 把这个拉动mi按下去啊 两只手合起来 好下一句 右手是so fa fa mi fa so fa 那这个so的上面有一个二级和弦 我们得把它合起来啊 好下一句五级 到这个地方三级又出来了 每一个和弦都是左手找着三个音去跟右手的这个音符去对上啊 好然后你像这首歌的圆曲呢 其实它没有这么的简单啊 它会把这个和弦用上一个叫做全分解的伴奏型去弹 那每一个和弦其实我们是可以分开来的啊 有一点点基础的同学 我们把这个la do mi把中间的这个do拿到右边来放在这里给它变成la la mi do mi do mi do mi 也就是把这三个音拆开去弹 那再用这个左手去跟右手对应的话呢 它圆曲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好下一句二级和弦也是一样啊 把中间的这个fa拿到右边来 变成ra la fa la fa la 好再去对应右手 好下一句五级和弦 把so si right的si拆到右边去 变成so re si re si re si right 加上右手 好到这里一级和弦我们直接弹do so do就可以了 好吧把do mi sol变成do so do 这个三级和弦可以单独弹一个mi 但是我们右手呢 可以跑到右边去加一个高音的mi 这个就全部按照谱子去弹就可以了啊 好然后下一段我们就还是用到一个最基础的注视和弦啊 就是把这些和弦的音全部按下去 好首先第一句六级和弦 好弹到这个fa的地方呢 我们左手就要去二级了啊 然后去五级 再到一级 六级 二级 五级 继续六级 二级 好像我们即兴伴奏的话呢 就只需要看一个这样的和弦标记谱 就可以把这一首读奏去练习下来了啊 当然大家可能还需要经历一个熟悉和弦 熟悉键盘等等这样的过程 但是方法的话呢 其实是这个思路上面是非常简单的 那大家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有其他想学的歌曲 可以来给我们私信或者留言 好今天的教学先到这里 大家拜拜